全港青少年超級籃球聯賽 今天將會直擊決賽首日賽事 首先是男子16歲以下晚虎對天福 兩隊都是兩戰全勝 以守名出線 晚虎外圍有蘇上盈 內線有徐遠成 而天福就有陳紹榮和馬進浩 究竟哪隊可以先拔頭籌呢 第二場女子組決賽 南瓊對火鳥 南瓊有狀態大勇的盧曉芳領軍 火鳥擁有王牌控球後衛林碧儀 他是得分王、助攻王、三分王的得主 兩隊都有猛人坐鎮 比賽必定非常精彩 最後一場是男子組19歲以下火箭對野狼 火箭有19歲以下最強的中鋒劉海彤 火拼快攻和三分都了得的野狼 兩隊如何施展運身解造離營戰 待會自有分曉 聯絡隊 列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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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快捷快便踏入LikeyLit 2008第七日的賽程 沒錯 由今年一年兩日進行女子組 男子16歲以下和19歲以下的決賽 女子組將會是由首兩名對戰 而男子組16歲和19歲以下 就會由AB組的首名對戰 不如你先說說16歲以下 好啊 天福有得分主力陳紹榮 火拼 晚虎前鋒徐遠成 和三分射手蘇上映 兩隊都是以全勝的姿態實入決賽 有內線又有外圍 相信一定會興起一輪龍爭虎鬥 好啊 事不宜遲我們馬上看看兩組的首戰吧 日海駁穿著紅衣的天褲 就使出全場緊迫釘人戰術 不過都無阻孟虎的徐遠成 這一球在牛角位跳射得手 為這場賽事揭開聚幕 接著孟虎繼續搶攻 這一球由Nelna Spencer傳給習永恆快攻上籃 還拼得對手犯規 協助球隊領先至14比勞 得勢不搖認的孟虎 成對手失誤 這一球逢日朗偷賭球快攻走籃得手 在第一節孟虎就以25比8搖搖領先 第二節一翻出來 天褲的陳肇詠之兵隊友余耀明的全球快攻得手 企圖幫球隊扭轉劣勢 之後天褲的攻勢由於水銀射地 已經下了6分的馬進號輕描淡寫地入了這球3分 天褲就打出一段17比2的攻勢 追截只是落後2分 可惜之後天褲並沒有好好把握這次機會 反而被孟虎打起 還做出一段15比2的攻勢 孟虎以42比27領先圓第二節 第三節翻入來 天褲加強火力急起直追 預要命以個人技術過世對方的防守上纜 得勳兼博倒犯規 天褲打出一段10比3的攻勢 轉角堂孟虎的得勳主力兼 港青成員徐遠成立刻以3分作回禮 天褲按著孟虎來打 透過和拿到防守籃板後 不斷快攻狂轟孟虎 這球由吳桑雲傳給陳少榮走快攻 博倒犯規 將比數拉近到最近2分 54比52 孟虎領先完第三節 打出信心和士氣的天褲 第四節一開球 就被馬進浩射入3分 天褲首次領先孟虎 而打到借勢的孟虎這一節的命中率極低 分牌就好像停了鏈 這球比翠遠成功入2分 但孟虎已經落後10分 孟虎教練兼影勢毅急 立即叫個暫停幫球隊急救 可惜無論孟虎怎樣掙扎 都是被天褲鉗制著無力反撲 最終天褲就以75比60反勝孟虎 剛才的比賽真是緊張又刺激 孟虎一開始領先著天褲 但只在下半場被天褲反超前 最後還輸了60比75 原來球真是完 天褲的引力真是非常厲害 想知道哪隊可以登上 男子16歲以下的冠軍補佐 記住留意明天的第二場賽事 接下來我們會帶大家看 女子組決賽的首回合 由南琴對著火鳥 南琴的主力除了有7號墨凱旗之外 還有現役漁園球員 穿著10號球衣的盧曉科 相信他表現得穩不穩定 會是長球左右大局的關鍵 而火鳥的得分主力就落在6號郭家瑤 8號溫爾庭和10號林碧營身上 這場女子組決賽可以說是兩大王牌的對決 想知道戰果如何 我們現在馬上去看看 五日海駁著著白衫的南琴 一直受制於火鳥的嚴密防守 只能單靠隊中的主力盧曉芳一人支撐大局 這一球他在對手夾機的情況下 仍然走攬得手 五投兩節他攻入了16分 而火鳥就憑著較為平均的火力 控制著比賽的節奏 其中包括這球發放遠程炮彈的王家文 頭兩節他落到7分 協助球隊領先23比18 另一位就是控球後衛溫爾庭 這一球他乖後地在籃底截到的球 乘勢擦板得分 貢獻了9分的他作火鳥 以31比28元第二節 到第三節一番出來 身高佔優的中鋒蕭亭出動在籃底搵食 兩球籃底擦板得手 南琴首度反超前對手32比31 不過南琴領先激發在火鳥的鬥心 憑著一次有組織的快攻 最後由郭家瑤完成任務 火鳥轉眼又再領先45比39 咬緊牙關力追的南琴反而被火鳥越拉越開 即使有馮朗儀這球插板得手 南琴仍然落後11分 最後一節是南琴的最後機會 剩下一排的盧曉芳一出來就搶分 這球籃底得分得手 並拼得對手犯規 他今日攻入25分成績死賢 而蕭蕭未亦是另一位可以左右大局的球員 這節他個人讀取8分 在接近領導位的射入這球3分球 證明他控得又射得 火鳥的教練趙永龍眼見對手 追到只是落後5分 就要叫過暫停重整軍心 五番出來 火鳥雖然仍然控制大局 但已經無法拉開雙方比數 一直都在5、6分左右爭持 火鳥最後就憑著高為穩定的演出 以75比70擊敗南琴 勝出決賽首場的賽事 剛剛火鳥以75比70贏了南琴 南琴這場比賽雖然輸了 但只欠5分 只要明天能夠打好些 就有機會反敗為勝 沒錯 接下來我們會看看 19歲以下男子組決賽首回合 火箭對野狼 火箭除了有長人劉海濤之外 還有狀態大勇的鄭澤 對著這麼強勁的對手 不知道野狼會有什麼方法去對付呢 事不宜遲 我們立即為大家送上吧 一開局 穿著白衫的火箭 已經按著野狼 來攻不斷廣轟野狼的內線 力頭留海濤尖進南低休息 強行爆攬得分 火箭得分主力鄭澤哥人 突破上攬得分 將對方的防守瓦解 火箭已經打到22比6 萬二的野狼終於上力 被鄭寶陽射入1球3分自治血 將比數拉近一點 第一節火箭以24比11領先野狼 第二節出回來 決心反擊的野狼 不斷發動快攻 以及外圍投射反擊 林志輝發射遠程導彈 射入3分見攻 之後再由他偷一球 撥單刀上籃 野狼曾經一度把比數拉近 導致落後2分 火箭中鋒流海濤 再次展示籃底的攻 第一球爆攬不成功 但搶回籃板補中得分 簡直無人能擋 火箭以41比38領先野狼 完第二節 一路領先的火箭在第三節再次發力 完全沒有被野狼還手 這球籃底走路了連浩津 被他輕易得手 火箭繼續領放51比41 身高有時實在不重要 你看謝在身好像濕水冷物 擠入籃底 背著對手上籃 拿到分還薄了反規 加上長人樓海濤為中心去拆動攻勢的火箭 令野狼毫無招架之力 這一球他交給空曬的謝在身上籃 一高一矮合作無間 野狼防守力 加上失誤頻頻 這一節就算連李潤沛 這一球中距離跳射 都只能夠以50比64 遠遠落後於火箭 完第三節之前 黃遠森因為飛身救波手傷 似乎要提早畢業 去到第四節 野狼好像並霸如山堡 陰柔火箭如肉 今場著火的謝作身單刀上籃 握手好像個人表演 這場他個人獲得16分 未算高 連號將個人讀取22分 個人切入野狼的心臟 地大如入無人之境 第三節 沒有入過三分球 我載一輪之後 陸子軒在湖爐頂輕鬆起手 五年一刻火箭 不單打出13比2的攻勢 還以大比數領先79比52 無心亂戰的野狼 在中場脫脫漏漏的 連漏海途都可以透到球 最後由郭智峯完成任務 火箭已以83比56大比數 拋離野狼 那野狼有甚麼代表作呢 李潤陪這球遠距離的三分球 叫做幫野狼挽回少少的面子 然而野狼已無法力 玩狂難 最終只能以65比85大敗於火箭手下 剛才美場19歲以下 男子組火箭對野狼 火箭以85比65大勝野狼 奇開得勝 決賽首回合的賽事已經是今天完結了 明天我們會為大家報道 決賽前回合的賽事 今天輸了的球隊不需要灰心 因為你們還可以在明天的賽事追回 反敗為勝 那麼精彩的賽事 大家要繼續支持likely2008 拜拜